嗨 大家好 我是歐瑪 最近全台灣升起了一股市集熱 很多人都會為了封某個市集 特別到那個城市去旅遊 到底市集有什麼樣的魅力 可以讓人群不斷的聚集過去 那這些市集的主辦者 到底又在賺什麼呢 那接下來我們會介紹 三個經典的案例 還有他們的商業模式 那你們要仔細的看喔 首先我要來介紹簡單生活 很多常去逛101附近四四南村的朋友 應該對簡單生活市集不陌生 其實這個市集一開始 它是源於一個獨立音樂現象平台 Street Voice 後來逐漸轉往Live的簡單生活節 在四四南村舉辦音樂會的同時 因為知名度逐漸打開 聚集了相當有規模的人潮 人潮等於前潮 大家除了聽音樂之外呢 也有很多的消費需求需要被滿足 於是將實體活動擴大 變成是定期的市集活動 但與其說市集 我覺得更像是一個品牌加速器 他們過程中扶持了不少品牌 其中最知名的目過於他們自己的 Bagel品牌好秋 好秋屋前野開枝善葉 在很多市集跟商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算是相當成功的一個品牌 接下來要介紹的市集是綠美秋 綠美秋是由台中知名旅店 紅點文旅的創辦人所創立的市集品牌 也就是省記新村一炮而紅的超盤手 像最近新聞很夯的東區綠美秋三 就是這個團隊弄的喔 我覺得綠美秋蠻厲害的地方在於 老闆非常善於用美學包裝房地場 所以綠美秋二與內湖建案文青日日打造出 內湖最美市集 不但成功塑造氛圍吸引人潮聚集 也用新型牌的方式包裝了建案銷售 可謂一石二鳥 最後一個是從大道成起家的有趣市集 有別於前兩者的文創手作感 有趣市集更主打餐車文化 創辦人是餐飲行銷背景出身 所以發覺身邊有很多新的餐飲品牌 其實非常的有潛力 因此就以美食策展的方式 再用這些新興美食品牌之間跨界合作 炒熱話題 除了大道成之外 另外之前中山商圈的聖誕市集 還有即將進軍花國的啤酒花園 都令人期待不已 有沒有發現以上三個案例都非常的有趣 都是從活化老街去開始 那透過他們的巧思注入活水之後呢 都有全然的新面貌 讓一度以為是廢墟瞬間點石成金 那既然我們提到金 我們就來聊聊這些市集的主辦者是怎麼獲利的吧 經過我們整理歸納之後 總共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收租金 由市集主辦者向地主承租 再分租給其他攤商 市集主辦者主要收取中間租金的價差利潤 第二種收取品牌贊助費 一樣由市集主辦者向地主承租 除了分租給其他攤商 有的品牌看重人潮效益 包下一塊場域打廣告 市集主辦者可賺取品牌贊助費 第三種收取委託行銷費 由地主付一筆預算 委託市集主辦者舉辦市集 主要目的是作為行銷 如同上述提到的第二個案例 日美秋及日日文新 其實最近真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市集品牌 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 那最主要是這樣的模式固定成本低 就受到大家的喜愛 所以呢很多人就跟著一窩蜂的做 但是到頭來呢 其實做的好的也就是那幾個品牌 那經過我們跟以上幾個市集的創辦人交流過後 發現說其實把市集做好 有以下幾個Pipple 首先呢要先找到好的店家進駐 有點像是找到樁角 所以這些好的店家租金可收便一些 因為是拿來當活招牌用的 接下來有好的店家 自然就會吸引人潮 有了人潮 好的品牌就會找上門來 最後呢找到自己的定位 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以上呢就可以形成一個市集的正向循環 我們這是一個分享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記得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把最stylish的資訊分享給你喔